国家体育场馆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大家伙也都非常的关心 昨天央视总台记者带着镜头走进了国家体育馆 改建后的场地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目前场馆内的奥运景观布置已经基本完成了 包括制兵系统 板墙防护系统 厨师系统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已经是基本完工 根据冰球的项目特点 在基建的工程当中场地内还需要安装一些特殊的设施和设备 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介绍 因为冰球运动是在封闭的区域里进行了一项激烈对抗的体育运动 所以在他们比赛的同时就需要有板墙系统的防护 一是保护运动员他们的冲撞 二是也保护外边的观众 从而保证了观众的安全 咱们可以看到灰色的通风管道 因为冰球场地失度一般比较大 所以如果场地上起雾的话 观众就会看不清楚场地里面的情况 队员也会看不清冰球 看不清自己的队友 这时候就要加入厨师系统 控制好场地的失度 这样把那个误气给它取消掉 从而让观众们也能看清 队员们也可以看清 另外在国家体育馆的冰场周边 还全部铺设了地点 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地点 考虑到冰球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进出场的频率会比较高 这些地点全部都是防切割地点 而且地点的表面都经过特殊的处理 经得住金属刀片的滑蹭 同时也用到了环保耐火的材料 如果不使用这些地点的话 运动员就需要在自己的冰刀上戴上防护套 从2018年底冬奥改建项目开工 到现在整个场馆已经基本准备就绪 这是800多名基建管理和施工人员 辛勤付出的成果